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 但我首先讲一讲 关于这个恩典 我们怎样能够 常常有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 我们怎样常常口中 会说出神的恩典呢 秘诀是什么呢 秘诀是常常思想神的作为 我从早上到晚上 我看到自己的改变 我看到别人的改变 我看到圣经里面的话语 我都会说神是这么美善 神是这么祝福 我都是看到神的祝福 神的美善 我想说一点 就是当我们任何时间讲到 任何事情都讲到神的作为 例如我们说感谢神 有些人以为我感谢神 其实这句话是荣耀神 这句话是荣耀神 但这句话不是讲出恩典 为什么呢 只是说我感谢神 但背后有原因是恩典的原因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神 祂这么大的祝福 这么大的恩典 所以我就感谢神了 神常常帮助我 所以我就感谢神了 总是说出神的作为 所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在前面都是讲到神做什么 神帮助我 神的恩典从头到尾 祂是创始成终的耶稣 从开始没有这个世界 神已经计划要拯救我们 然后在整个世界 祂计划 有这个救恩的计划 然后祂遣耶稣来到 为我们死 然后传道人 或者是其他基督徒 神感动他们向我们传福音 然后圣灵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 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 神还是感动我们 多次的感动我们 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 倾尽神 神就感动我们倾尽神 我们倾尽神 马上有力量 这是神马上给我们的福音报 马上闪赐祝福 马上有力量 平安 这是神当时马上给我们的祝福 来鼓励我们 祂的福音报 福音报我们 倾尽祂 不是我们配得 但是神乐意这样做 然后祂就感动我们去服事神 帮助人 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会很喜乐 喜悦 然后祝福我们 祂会赏赐 然后再永远 祂会我们预备天堂 所以从头到尾 都是神预备 我们侍奉的安排 教会的安排 都是神预备的 神预备的机会 神预备的墓序教室 都是神预备的 所以我们可以感谢神 但我们说感谢神 因为神 宪爱我们 神很多的作为 常常讲到神的作为 在里面充满神的作为 不但去说 我常常感谢神 如果说我常常感谢神 你只是说 你自己做什么 如果我们告诉人 我常常赞美主的 常常感谢神的 我常常悔改的 常常尊重神的 人天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 你很厉害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对啊 这句话 没有荣耀神 但我们说 我感谢神 因为神真的在我 软弱中抱着我 提升我的生命 常常感动我 我尊重神 神就喜悦 这个就是整天 都在这个 这个状态里面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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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看到 看到 现在我不解释一下关于这个教导 因为有些人听到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他们就以为这是恩典福音 因为很多地方有这个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跟这个平衡恩典福利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希望我们明白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不要以为是同样东西 恩典教导恩典福音是怎么样 只讲恩典不讲律法和悔改 教导人不需要悔改 这个平约瑟他说你不需要悔改 他说你可以悔改 但你不一定要悔改 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 神说明你整个生命的所有的罪 所以你不需要悔改 但我们看一看启示录 他说启示录七封书信不是写给信徒的 他说是写给这个使者 这个教会的使者 但我回应他这句话 很简单的 在七封书信都说到这句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教导有没有耳朵啊 都有凡有耳的 所以不但去写给这个使者的 这个使者要传给他们的教导 凡有耳的都要听 你要悔改行起出所行的事 是不是有这个教导 要悔改并且行起出所行的事 但这个恩典福音 例如平约瑟 他所讲的都是讲到 你不需要悔改了 你悔改 你一世的信主 马上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赦免了 所以你不需要悔改 他也不看重尊重 这个就是看重恩典 都是每天讲恩典 神怎样祝福你啊 这方面 但但去讲这个恩典 这个不是圣经的全部 我们要讲圣经的全部 这个教导 恩典福音是反抗 很多人 但是律法的教导 但他们过分了 过分去到什么程度了 就废掉律法 你留意我没有废掉律法 我是说有恩典 推动我去尊重神 悔改 憎恨罪 这是尊重 这是律法 我尊重神 我传福音 我坐在小姐的身上 也坐在任何人身上 这个就是律法了 有律法也有恩典 好的 我继续讲这个 好了 这个 平衡恩典和律法的教导 是怎么样 恩典是主要动力 圣经也教导 诫命和悔改 犯罪必定要悔改 憎恨罪和离开罪 然后 恩典福音 以为不需要靠行 他说不靠行为得救 这个是我们认同的 就否定 否定 圣经说 亲近神 尊重神和爱神 得神的喜悦 他不会说 你尊重神 爱神 神才喜悦 圣经讲到 喜悦都是讲到 当人尊重神的小 而且祝福都是讲到 人尊重神的小 圣经没有说 你不结果子 神也祝福你 圣经没有说 不结果子 就砍下来 掉在火里 笑了 是不是 很清楚的 讲到这个警告 没有行为 不是担心 耶稣没有行为 就可以 不是的 所以他 这是问乱 问乱什么呢 这个教导 不靠行为得救 是对的 是圣经的教导 不靠行为得救 但 如果你读 以福所书 二章八节 去十节 这里说什么了 你们得救 去本部恩 这个信 不是靠人的行为 不是靠自己 也不是靠行为 你们是神的 这个创造物 这个英文的解释 是创造物 就是神造出来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后面讲到什么 是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他说行善 但是信耶稣 但是他说很多的 耶稣说 凡我所吩咐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神教训很多 爱神 爱人 传福音 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的 耶稣吩咐很多 要饶恕人 不要论断人 要祝福人 要帮助人 要见人的灵命 这些都是圣经所教导的 所以他们混乱 我再说一次 他们整个混乱 所以说 他们以为 不靠行为得救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赠从了 你要赠从 就是靠律法称义 我不说靠律法称义 正从是得救的后果 听清楚啊 行为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后果 得救的果子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都明白 行为是得救的后果和果子 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得救必定有行为 圣经里面说的 没有行为的 不冷不日的 你们的行为 在我面前 在启示录有讲到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记得吗 这句话 神会看我们的行为的 去查看人的心肠肺腑的 神看到的 没有悔改的 他要临到他那里 将他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的 所以神会审判的 没有行为的话 不借果子的自己 凡属我 在原文续 在我里面 凡属我不借果子的 我就将他砍上来 这是 这个就是告诉人 我们有责任去 借果子 但这个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后果 我们必定讲到行为的时候 必定要清楚讲出来 因为有些人就误会以为 得救要靠信心和行为 得救但是靠信心 但信心必有行为 到审判的时候 审判的经文 都是审判行为 按照个人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圣经没有说 审判你有没有信 而且 你看马太福音 25章都讲到 第二第三个比喻 都是讲到审判的 5000、2000、2000的仆人 有没有赚钱回来 有没有使用 我给你的恩赐能力 这个没有用的 就敢在外面 黑暗里在哪里 必要哭下去 这个就是地狱 然后这个 绵羊 绵羊善羊 绵羊就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进入神为他预备的国 没有 坐在主的弟兄身上的 就要进入 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融火里面 所以这里讲到 就是这个审判 惩罚 所以审判是按照行为的 我们所有的行为 医生员所有的行为 都要在神面前显露出来 被火誓焰 我们所以必须要 小心我们的行为 但是神的恩典推动 因为我小心神的行为 神就纪念 神的祝福就纪念 就永远的赏赐 所以我开心的 轻松的服辞神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 所以这个混乱 他们以为不靠行为都就 也不用行为 讨神的喜悦 圣经清楚说 要讨神的喜悦的 但讨神的喜悦 不是在这种 律法的压力之下 我要做这个讨神的喜悦 我是说 我这样做神就很喜悦了 就好像如果你有爱你的父母 你不会说 我要做这么东西 这样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他才喜悦我 你会说 我愿意做更多 我的父母更喜悦了 就会 你知道你的父母 你信靠神 与神有关系 他已经喜悦了 因为 爱神与他有关系 已经是果子 爱神是果子 与他连接是果子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喜悦了 所以我们 继续讨神的喜悦 没有问题的 好了 平衡恩典的律法的教导 第二点 得救不靠行为 圣经说 信静神 尊从神 爱神 得神的喜悦 也叫人去讨神的喜悦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 我们尊从神 信静神 神都喜悦了 神都喜欢的 也会赏赐的 然后第三 恩典福音 付乐圣经说 审判去按照行为 他只是说你信就可以了 没有说到 我们审判的时候 去按照我们所行的 或善 或恶 受报 而且是看你的行为 去经营保学 还是草木和街 经营保学 是真心的爱主 而且是 被神的恩典推动 如果是律法推动 好像 如 如历 是不是 如历 就是好像 如仆的 整天要做 要做 要做 这样神不需喜乐 因为这样子没有喜乐 神也看我们的态度的 离世风的小 是喜乐的 神更喜悦 第三 这个平安恩典和律法的教导 圣经说 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 这个是按照我们所行的 来审判我们的 好的 圣经也说 这个平安恩典和律法 好生的喜乐是不难的 很多人说很难 为什么难呢 你怎么能够尽心 全心的爱神呢 做不到 你怎么能够爱人如己啊 做不到 所以他们觉得很难 但圣经没有说 你要完美 神才喜悦 神说 你开始做 我就喜悦 但不要叫 这一点很重要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要会到这种欢喜 我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罪人悔改 是不是 他已经做得很完美了 他有没有做得很完美了 没有 就是开始的 他是罪人 现在说神啊 我是有罪人啊 求你赦免我 神就喜悦了 整个天堂就喜欢了 所以神不是等你完美 才喜欢 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考试 考得不好 他说你要努力 你以前不合格 现在你合格了 但他可能会说 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啊 你合格 不要以为是很厉害啊 其实你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 他们就以为 他们就以为 嗯 这是你 我要告诉你 你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很多人都去看到 你做得不够好 你做了很多 他说 你还有很多 你需要做 是不是 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方法 但神不是这样的 你做什么好的 同时你也求神圣明 因为我们所有事奉 所有行为都不是完美 什么是完美呢 能够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爱神 完全的爱人如己 我们能够做到吗 完全的整个心灵 灵与魂都爱神 我们不能 没有一秒钟 能够完全的百分之百 都是爱神的 也不能完全的爱人 然后 约翰福音15章5节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样就多结果子了 这是 你在耶稣里面 耶稣不会轻看你 他必定回应你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谁 神都必定住在你的里面 他在你的里面 就会产生果哨了 因为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生命 就有自由了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了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果子了 就有生命了 所以你在他里面 他就很喜悦了 他就住在你里面 你想一想 神会住在人的里面 是不是喜悦了 已经包括了 他跟喜悦里 怎么会住在你的里面呢 在旧约圣经 讲到以色人犯罪 神说 我要差遣一个天使 带领你们 我不要带领你们 但摩西说 不要不要不要 如果你不带领 如果你不亲戚带领的话 我们就不要出埃及了 所以摩西就说 你必定要带领我们的 我们是说 我们必定要神的带领 神不但去 当时神不想带领他们 因为神不喜悦他们 但现在耶稣说 你藏在我里面 我就喜悦 我就住在你里面了 所以他很喜悦 这样就多结果子了 因为他在哪里 哪里就多结果子 所以为什么我会结果子了 因为我们亲戚神 神的灵同在 你亲戚神 你就不会想罢人了 你亲戚神 你的心就游和谦卑了 你就有力量了 你就愿意传福音了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带来的后果 这个就是果子了 让我们顺从神的带领 因为顺从神的带领 也处理罪 留意 我教导平衡恩典 我律法 我同时教导对付罪 留意没样罪 都憎恨罪 任何的负面想法 任何侵看人 任何的 幼仇担心 发怒都是罪 我都刻意的处理 马上的处理 不要罪 破坏我的生命 犯罪就去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你的心里面 耶稣说 你不能服侍两个主 服侍爱这个 就是恨那个 所以我们不能 侍奉两个主 两个主是谁呢 神 马门代表魔鬼 你在路气中 常常批评人 你就是做魔鬼的仆人 因为魔鬼是 昼夜空告地中的 他昼夜空告地中 有基督徒 昼夜空告人 就是做了魔鬼的仆人 所以我们的里面 我们是身从神 神做主人 我们就完全地 身复神 神做王 不是魔鬼做王 不是罪做王 这个就是 这样的话 耶稣就做这果子了 因为今天神也会悔改了 因为罪会拦住神的同在 拦住神的作为 好了 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有一个夫人对耶稣说 哇 那圣灵 如让你的就有福了 耶稣说 是 没错 玛利亚是有福了 却还不如 不如 听神的道 而尊手的人有福 所以说 玛利亚生我有福 但这个福气 不如 听神的道 而尊手的人 在天主教 他们说 玛利亚有万福玛利亚 他们说万福玛利亚 他们会求玛利亚 将他的福气赐给人 玛利亚没有 他里面 他没有福气 可以分给我们的 他这个圣耶稣的恩典 这个神喜悦 不如 听神的道 而尊手的人有福 所以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以为 求玛利亚 玛利亚会将福气赐给他 或者是玛利亚求耶稣 耶稣就听 这个继续对神没有信心 神是很喜悦 我们祷告 我们需要找玛利亚 去问耶稣 耶稣会回应我们的 好了 马可福音 九章四十月节 反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学家告诉你 他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 这里说清楚了 是给属基督的 或者是你给 微信耶稣 但你想带领他们信徒 这个是好行为 有些就是 但是给钱 别人没有传福音的话 不是好行为 因为好行为是什么 神的好行为是 坐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是坐在 微信的人身上 带领他们信主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 一杯两水 这句话告诉我们 是不是完美 神才祝福啊 你要有大价位 带很多信主 神才祝福了 不是 你开始帮一个 帮助一个 神一定喜悦 当然我们不会 停止在一个人 我们继续帮助 也继续让神 完全做王 因为神是叫我们 借出果子的 所以我们让神 完全地做王 我们的里面 就更多果子了 越有神的同在 你里面就很喜乐 你的喜乐 也是侍奉神的 为什么呢 人看到你的喜乐 就愿意信耶稣了 你活在恩典中 人看到你的 活在恩典就行 就喜欢来教会 他说 这个教会真好 来到这里很开心 哈利路亚 你们开心吗 哈利路亚 我们尊重神 神就喜悦了 一杯凉水 神就喜悦了 我们悔改神就喜悦了 所以我们做什么 尊重神 神都喜悦了 所以是不难的 不代表我们可以骄傲 平衡恩典和律法 也同时警告人 不要犯罪 犯罪必有破坏性 我们也让人知道 犯罪必有破坏性 虽然悔改了 还有破坏性 因为你骂人之后 他未必要疏离 你骂人之后 可以破坏这个关系 如果他愿意 要疏离去恩典 但有些人 不愿意要疏离的 关系就破坏了 有些人 你骂他一次 他就离开你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犯罪必有破坏性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的更加厉害 你犯罪的时候 你教育的更加厉害 更严重了 更不好了 然后加勒太书 有六章八 顺着情欲 什么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有人去顺从情欲 情欲包括什么呢 怒气 烦恼 憎恨 情欲 这些都是 罪 都是情欲 顺从情欲的 后果去败坏 然后体贴肉体 他就去死 罗法修八章六节 体贴肉体 永远体贴肉体 后果就去离开神 去去救恩 不去说 你信耶稣 你看到耶稣 然后犯一样罪 就离开神了 不是这样 是人继续让罪破坏 然后他就可以离开神了 但有些人说 那我 这是我正从心 但同时允许我犯罪 虽然我就骂人了 这些 同时我有正从神 也不要紧 但我会告诉他 你的生命的大部分 都被破坏 而且 你骂人 也破坏你很多的好行为 你曾经大人信主 但你发怒 这个人看到 他就离开去了 或者是他不喜欢你了 不跟你做朋友了 这个就破坏了 可能有人 他传福音 在家里很活跃 但在家中常常吵架 也破坏 所以任何地方犯罪 破坏都必定来 这个破坏性 不但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 我90%都好的 都正从神 这些10% 就是对我的老公老婆不好 其他人我都好的 但这个10% 就破坏你很大部分的生命 可能破坏90% 为什么了 你的儿女看到你发怒 他们就被犯倒了 然后教会知道你的情况 也不信任你了 你的里面也有怒气 所以里面与神的关系 也要破坏 任何罪都破坏与神的关系 也破坏与人的关系 也破坏自己的 内心的平安力量 也没有力量 如果我在追踪 我就没有力量的 好了 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了 然后到贼来 会后切杀害 会坏 犯罪了就被魔鬼留地步了 要悔改 行起出所行的事 若不悔改 我就领到你那里 那里 把你从 将你的灯台从原去 原处 拿去 圣灵所 像中藏卫所说的话 翻有耳的 就应当听 所以 所有 我都赞从 因为如果不赞从的话 神就让魔鬼 后去了 这个得胜五部曲 我等一等 才解释 我现在 解释 解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